不是 老大 你也问我 要你问我 你问我 我问你 我问我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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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感情能不能说好 哎呦 你觉得我 我是负出型人格吗 不是 那我是什么呢 贬低型人格 负出型这种 没有贬低型人格 你怎么会是负出型呢 负出型的人特点是不提要求不作 我作吗 是 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提型 很不会两天 哎有些 为我付出啥了呢 所有的那些要做的事情 那些会不会是因为没有我 也一样要做的 你的那些我都在帮你做呀 每次签字都是发给我 让我签了再给你 这也不算付出 收的钱都是两人共同的 那你怎么不签 竟然是我们冠军ич因得 对 到了 走吧 哎呦 哎呦 走吧 看看他们这队是谁 吃啥子 干啥 走 走 来吧 是谁她的来宾是谁 你跟我来了妈 我来看看你 王世勤的妈妈 我感觉有一些疑惑吧 有一些困惑 她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样的一档节目呢 是她遇到什么 问题了吗 是婚姻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吗 好温柔啊 妈呀 怎么回事呢 妈 你们咋来了 想你们了 刚才发微信 什么收快递啥子 你这真的是旁边工作做得好啊 不客气 这真的是有点 没想到 吃吧 吃吧 先吃点说 那等了多长时间 没有多长时间刚到 吃吃吃 今天我给大老远的来了 你们咱们就是 嗯 你们有什么不开心 跟我说说吧 为什么不开心 我也觉得想知道 这太突然了 咱们三个好像 没咋这样说过话 咱以后可以这样的模 我觉得以后可以这样的模式 我觉得这种模式 就是将去敞开 敞开心 说亮话 说几句吧 你怎么 你为什么来参与这个节目 哎 怎么说呢 那就从我说吧 行 你说吧 就是 哎呀 就是 这教育的 我说过啊 教育很好啊 就是很 他经常说 就是最根本的 你不用表扬他 你说他有哪些问题 你们 你们今天不是来解决问题 哎呀 这怎么说呀 这儿 那是你啊 你说 你刚刚自己懒过去的 我刚懒就是为了夸几句 啊 我就是说教育得很正直 敞开心非呗 嗯 跟藏母娘讲 他女儿的问题有点尴尬呀 你们别不好意思 对呀 你们不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哎 你不是有一次吵架 还说 说那个 什么 谁教育 谁让这么教育你的 谁给你教育成这样 然后还 那个咱俩吵架 你还拍下来 然后发给妈妈 让妈妈评理吗 啊 他俩吵架还拍下来 发给妈妈啊 我记得他们之前说过一次 那怎么能没问题呢 你就现在妈妈就在这儿了 你就到叫他评评理 一向喜欢让妈妈评比 太太太奇怪了 脸红了 你快点的 你把包袱放下 你好好聊一聊 咱们三个从来没这样聊过 天 十几年了 我说的问题又不是主要问题 他又不是 你姐主要的说 主要的问题来自于他对 现状 生活的现状的 这种不满 所以他才提出要来这儿 哎呀我们就生活和工作 都放在一起了 来自于工作的争吵比较多 那你们想分开就可以分开呀 他不愿意分开 他觉得那么多年 都是有他帮我在工作上面的 他不想放开 他做事的能力你是不怀疑吧 不怀疑 那你让他放手 让他去做一下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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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说就是不可以 你看看你的态度 就是根本就不坚定 哈哈哈哈 那你让他去创个拿墙再回来呗 事实上创了呀嘛 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 很严重 如果没有我去挽回 啊 可能的很严重的 你就别说了 你真的太偏执了 我就没法跟你说 哎呀 只要他让我觉得 他是带着一点点指责 我的沟通都是有点带刺的 特别是对他 那如果没有我去上海去 这些什么都没有呀 是 是 那你只是去挽回了其中之一 你为什么要把他说的 好像我什么都不行一样呢 我也觉得他的工作 他没有上心 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我身上 我的工作我没上心啊 你这么多人跟经纪人 吃过一次饭吗单独 十年了 没有吧 我从不拉关系去 我都没管你 你为什么要管我 我都没管你 你为什么要管我 昨天的成果全都复制东流了 他俩很容易吵起来呢 很多时候他也控制我 那我们都少一点控制行吗 我也少控制点你 你怎么控制他了 他想控制我 我在某些方面也想控制他 我想让他早睡早起 我想让他更社交 我想让他变得更聪慧 我的天哪 想让他进步 其实都是对他的控制 那也多了去了 我说点啥他吧 他就是你不要说人 怎么怎么 为什么要说人呢 我这么大了 结果我干什么他都管 不是吗 你都 这说不清楚 这家常李短这点小事 说不清楚 就差掉那个 掉卫星了 我说说你们熬夜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的心里是很重的 妈妈说我很多次 你们两个把身体熬坏了 你们两个刚才在这里讲的这一些 努力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的问题就是睡眠 玩手机玩的 我接受 我愿意主动去改变 改善改善你这个睡眠 每天早睡 比如说一个月早睡十分钟 慢慢就调整过来 我看你的眼神觉得好像不太 不太想 那问题是这些东西说来说去又到我身上了 那妈您好像觉得这个熬夜是我促成的 但您知不知道她有多少时候是下半夜才回来 我没有什么太下半夜回来的时候吧 我的天哪 又这样 这也说不清楚了 这又要掉卫星了 那是另一个 不掉了 好 那我第二天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广告的时候 你没有 你第二天没有 她带着好几个人晚上在我们家聊天 party一直到早上天亮 我一分钟都没睡 我第二天是我全年最重要的工作 那个是我做错了 我不知道我们在客厅你是能听得到的 你也没有表达过 每次我想稍微早点上床都说 你别做那个表面文章了 你上床能睡吗 你就是在床上看手机 我早上起来想要改善一下 我想早起跑步 就说我不可能起得来 就是我的第一个阻碍是你啊朋友 给她办了健身卡一年也就去了三四次 我说我早上要起来跑步 你说不行我要睡觉 闹钟一响你醒了 你说睡眠不好 我说那好 那我去隔壁房间睡 咱哪有隔壁房间 你们那小卧室不就隔壁房间吗 那时候根本睡不了人 我可以腾出来 我愿意睡 既然你提出了意义 她为了跑步她可以去睡 你说睡不了她可以去睡 好 我确实是个嘴很硬的人 她也是我情绪化的一种表达 她会说一些很极端的词 很严重 让我觉得不符合实际 让我非常想反驳 想了又得不到回应 又会被反驳 然后就是很难说清楚 我总是看到我这一摊 她看到她那一摊 我觉得在我看来 我的感觉上 她对你跟我爸 没有特别在意 我的天哪 哎呀 咱这样 下一步再去吃烧烤去 行吗 结婚两年了 你从来没有跟我回过老家 我每次让你回 你都不回 没有啊 我回家好几次了 你从来没跟我去过 我从来没有 我没去过妈妈 婚礼之后没去过 尴尬了 你想想 那是不是咱们就没对上过 这个时间 这是起真实 这个事情 确实不应该 有时候我们去一些活动 一些什么人品牌 送的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我第一反应和 我都怎么说 都是拿给老 老季确实这一点上 都是拿给你的妈妈 对 哎呀 我去 投资家庭所有的事 有时候她问我 我确实做不了决定 我怎么说的 这个她确实是说 让妈妈呢 我就三个字 问问妈 我就是非常非常信任您 因为我觉得您是非常客观 非常有这个认知的 我觉得我非常愿意 听您的意见 是不是 然后有些很多好的机会 这些好的东西什么 但是她现在在这又说 咱俩的问题 我对您哪有什么 哎 哎 有时候我们俩说话 她就说 觉得我跟你特别像 连说话的语气到状态 都很像 我说日常里 那谁也不像你 就是说日常啊 我说的就是日常啊 别说不好的 这个 这日常谁不越长得越像 我也越像 越来越像我爸 我说的就是日常 我也没有说吵架呀 对 你这说什么 有的时候 我说的就是日常 那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啊 挺好的 一个月总说我 一模一样的吗 对啊 我没说不好 我就说一下呀 你急什么呢 一会说这个 一会又说那个 就是在闹脾气吧 你看小记最近了两三年 拍很多电影 素作的那些形象 都可圈可点的 是吧 那些荧幕形象 真的是 你也不敢说 越来越好了 慢慢来拉回来一点 小记 小记 其实我最佩服小记的是 哪一点你知道吗 他眼光堵到 他特别会选媳妇 你怎么在忙忙人海里 找到这么能干的媳妇 从天这都 我要恭喜你 一进门 我一开门 我就觉得凶多吉少 你看啊 咱慢慢地 摆摆这个事 二十岁就跟着你 你们两个就在一起 这么多年来 他为这个 他很能干 他的努力 他努力地让我心疼 我觉得你也会心疼 是 我是不是逢人就夸了 在外面 你别逢人就夸了 你在家少一点 对我的控制就行了 我不想在外面 就是让你捧上天 在家里又踩在下面 我的天了 那同样的问题 我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我在外面是怎么着呢 你说怎么着你自己说吧 我在外面就是被踩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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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有开玩笑吧 还是怎么着 这个问题是多少年了 这我还能不知道 开玩笑不开玩笑吗 他这个玩笑也好 还是就这么个习惯也好 就没有分寸 你认可吗 你认可吗 我确实在外面 有时候很不给他面子 那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确实喜欢打压他 这个问题解决了 事情以后 他肯定 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认识